大家好,我是Klaus 最近几天袁隆平事实的消息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媒体 我们先是看到了一起官媒错误报道的闹剧 先报道,又辟谣,后来又反转 最后证实袁隆平真的去世了 网友跑到最先发布消息又删除的环球电视那里 骂他们怎么现在真去世了又不报道了 环球电视被迫又发布了消息 但是还是又被骂一顿,说他们没有资格发 中国那些激动的加班侠们真的是很难伺候啊 袁隆平的事实关注程度可以说是堪比毛泽东 娱乐节目暂停一天,很多明星主播都暂停直播 官媒新浪娱乐在发布消息的同时 直接点名了一众明星 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袁隆平是谁 那也没办法,只得随大流 错误地以为袁隆平是衰隆平 还有一些明星只是为了站队,一点都不走心 把国事无双写成了国土无双 另外,不识区的一些网红明星 被中国网友批斗 其中景伯然发了自拍 被网友怒骂,不关心缘爷爷 刘亦菲发了记文 但是由于发晚了6个小时,也被网友批斗 景伯然和刘亦菲都是拿外国护照的 人家爱哪国关你什么事呢? 不过九三们当然是不会知道这些的 说了这么多,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很多海外人士 可能还不知道袁隆平是谁 简单来说,袁隆平今年91岁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是中国的杂教水道之父 虽然你们不知道 但是在中国人眼里,你们都是被他喂饱的 百万粉丝大V说,袁隆平救了地球上亿万人类 理应封神 感觉新时代的封神榜呼之欲出啊 就等人大代表在下次两会上提议了 还有网友说,英国人也是袁隆平为报的 袁隆平一直都是中小学必读的历史课本上的人物 历史课本上是这么写的 袁隆平的杂教水道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 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解决世界性截业问题提供了方向 如果你要问我,人没死怎么就上历史课本了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好在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袁隆平的离世引起了整个中国的痛哭流涕 网友纷纷发文,感谢袁爷爷让他们吃饱 并献上境外势力喜欢用的美国葬礼用花康乃馨 成千上万的市民追着灵车失声痛哭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单纯 痛哭过后有些人开始扪心自问 杂交大米什么味道啊?自己吃过没有? 说起大米,中国人都知道东北大米、越南大米、泰国香米等 好像没听说什么杂交大米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袁隆平到底养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粮食产量数据公告 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30% 这其中杂交水稻占一半左右 而杂交水稻有几十个品种 广泛种植的杂交水稻并不是袁隆平培育的 很多培育杂交水稻的其他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袁隆平大规模推广的南U2号、两U0293等 曾导致几十万亩颗粒无收 而且元老主要联究的方向是抗旱增产型品种 口感不好 所以目前只有少量的品种现在还在种植 市占率不足3% 这样计算下来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品种占比不足中国粮食总收成的1% 再加上中国人喜欢吃鱼吃肉 中国每年消耗世界上一半的猪肉 中国的水产品养殖占世界的70% 所以要说中国人吃饱是靠袁隆平是很夸张了的 拯救世界那就更离谱了 相反的 如果要是说水稻养活了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更应该感谢的是外国人 中国进口大米世界第一 主要从东南亚和美洲进口 还应该特别感谢日本人 1981年 日本水稻大王藤原长作来到中国东北 传授日本的种植技术 把东北大米亩产300斤提高到了1000多斤 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另一位日本著名水稻培育专家袁正世 袁华20年 访华63次 去过30个省级地区之岛 引发了中国的水稻栽培革命 全国2亿多亩水稻因此受益 所以说 袁隆平是有被过分神话的 我们说这些 并不是否定和贬低袁隆平原始 我们在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元老作为科学家 当然是有杰出贡献的 除此之外 在抛弃一切所谓的头衔和光环之后 我更欣赏元老的为人 袁隆平公开批判过文化大革命 说过大跃进期间 亲眼见过饿死5个人 一共饿死几千万 在中国政府宣传粮食安全的时候 面对采访 他说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存在问题的 在袁隆平的传记里讲到 领导要他参与政治 被元老拒绝 像元老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 在中国敢讲真话 跟政府唱反调是很不容易的 易中天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学者 经常借骨奉金 他对元老的评价是非常谦虚和和蔼 不愿意被共赏神坛 元老和另一位院士 同样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钟南山完全不同 八调科学家的外衣 钟南山完全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丑 他的父母都受过共产党的迫害 母亲被批斗致死 但是在抗击疫情 中共需要一个专家站台的时候 为了利益 钟南山站了出来 选择为中共唱赞歌 他曾发表著名言论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为此他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 并借此大肆联财 宣传把蓝根能抵抗病毒 莲花清瘟能抑制新冠等 还代言各种品牌 还更不要脸的为自己的雕像揭幕 就这么一个小丑 在疫情期间也能被捧上神坛 为什么中国那么喜欢造神呢 首先 造神是为了让人民自豪 造神运动是鼓吹民族主义的一种方式 鼓吹中国的科学家 就跟鼓吹中国的四大发明 还有宣传在太空上能看到长城一样 还有各式各样的厉害了我的国 能增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增加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第二个原因是让人民崇拜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国家里 专制的核心是人制 需要培养人民对伟人的崇拜 而不是崇拜宗教文化 民主法治等这些思想观念 第三个原因是让人民感恩 袁隆平一个人包揽了砸掉水稻所有的成果 成为了让所有人吃饱的食神 跟中共说自己领导了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 让中国人富起来是一个道理 感恩心里会让人民无条件的支持政府 甚至是被铁拳都不会决心 当一个人感恩国家 感恩政府 感恩别人的时候 就会忘掉自己 作为个体 在这个社会上就会越来越渺小 所以中国一直以来都造了很多神 让人们去自豪 去崇拜 和去感恩 同时对于质疑神坛的人 就会遭到打压和清除 这次也不例外 经济学者齐亮发表微博说 让无数人吃饱的是市场经济 不是袁隆平 结果现在账号被封了 还有多个网友 因为在网络上的言论 被警方行事拘留 如果我们要客观地去评价袁隆平 那么可以说 袁隆平是一个相对正直的科学家 但也是被一个中共绑架的宣传品 我们没有必要神化他 也没有必要抹黑他 我们希望他一路走好 好了 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期节目 我们从深圳地标建筑 引伸到了中国豆腐扎工程 同时回顾了汶川大地震中 因豆腐扎工程而死亡的失声 网友花生村荣誉居民说 盖的时候是中国速度 要它也是中国速度 网友mini warm说 现在整天正在吹什么弯道超车 结果就是车毁人亡 网友毛二氏清风说 中国的墙大和那些所谓的高楼大厦一样 表面华丽光鲜高大厦 实际内核就是豆腐渣 然后利用手中掌控的一切宣传手段歌颂自己 最后得出的结论 党永远是伟大光辉正确的 错误是境外势力 敌对势力 或临时工干的 网友没文化能学开车吗说 我是卡车司机 多数工地上的钢筋 被送到工地之前 会把全部名牌扯掉 换成其他品牌的名牌 和那个品牌的假的质检报告 网友去那院说 我去过汶川遗迹 可以被人看应该都是党认为 可以被人看的吧 我看到那些大楼遗迹的墙 都是空心的 越看越心寒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 我是Klaus 我们下次再见